好 我们可以看到立法院是闹红红的 那总统赖清德他在昨天首度面对国会改革 他在网路上面发表了他的感想 竟然是感谢场外的群众一起来护民主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来详细看赖清德的脸书 发了什么样子的内容 包含像是呢 他知道这一群人辛苦了 他是向外面的这群团体们喊话 那他说立法院的议事运作 应该要来遵守程序正义 而至于在这个部分呢 他觉得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充分的来讨论 不要透过多数票来强行表决 那来没收的是立法院对于法案 应该要有的讨论 那赖清德在po文中啊 他也说我们都相信 其实国家的权力必须要分立而且制衡 更重要的是人民的基本权力 必须要受到保护 不能任意的被侵犯 所以他是鼓励公民理性发声的 青年展现力量 他认为这就是台湾的民主价值 他说国会啊 应该要重视这样的声音 尽快的恢复正常运作 让国家能够继续的往前行 赖清德他po了这一篇文 那很多的网友 当然有一点看不顺眼 这样的一个谈话 因为呢 下面很多的网友就说了 包含民主国家的总统 鼓励人民上街头吗 不要忘记你现在是执政党 也有人笑说老板出来面试了 因为零九万零二十万嘛 现在是不是大型的面试现场呢 而也有网友很质疑的问说 为什么台湾只能有一种绿色的声音 也有网友分享说 之前民进党多数的时候 难道就有充分讨论吗 不要忘记了民调 百分之九十八的民意 五十八的民意 是赞成藐视国会罪的 所以在这边 包含像是在下周二 也要持续的来审的是 刑罚藐视国会罪 所以接下来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那包含像是忠实的社论 里面相关的一些评论 就有看到了说 赖清德务实双赢 其实不用来硬杠国会 就怕赖总统不想要做一个全民的总统 而是当一个紧紧抓住民进党支持者的绿色总统 甚至误以为天下大乱 这行事大好 反而是逆向操作 那恐怕会陷国家还有全民于不仁不义 就连下面我们也持续来看到 其实很多的涉论 很多的评论都在写 赖清德会不会变成这个 打抗中牌动员施压国会冲突 会不会变成一个最大的苦主呢 因为包含像是很多的评论员就分析 民进党如果继续要来操纵错误的连结 打抗中牌 不仅国会会原地踏步之外 这个很多的情绪被撩拨起来 以冲进立法院当作出口的话 最后要出面善后的 还是执政的赖政府 的确我们刚刚就谈到了赖清德是不是忘记自己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一个得票率 忘记的是民调百分之五十八赞成藐视国会罪 这难道自我感觉良好吗 而另外赖清德要不要国情报告到现在都还没有表态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倒是给了他一个台阶下 不断的搬出违宪护驾 我们要来请教立将军 立将军在我们的现场 立将军早安 各位观众大家早安 立将军我们要来请教了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赖清德呢 他在脸书上面po了这个文 感觉上是很感谢在场外那些抗议的群众一起来护民主 甚至接下来他要不要来国情报告来对立法院来谈话 其实都还没有一个动向 民进党团的总召柯建民就搬出了违宪来护驾 这个部分您怎么看呢 第一个昨天让我们很遗憾的整个国会的民主殿堂 乱成这个样子 尤其是外面那些人很明显的就是民进党动员来的 我在这边特别要讲说是今天国会会乱成那个样子 很明显的就是赖清德指使的 因为之前他特别讲说过要反手为攻 他也知道他整个民进党在国会里面算是少数的一个人数 在这种状态之下 他很担心他未来四年执政里面 有很多他想要为非作歹的法案 在这个国会里面是没有办法通过的 那我们现在来仔细回顾一下 这几个法案来讲的话到底需不需要 第一个为什么会有藐视国会罪 因为我们在前一阵子前面这个蔡英文执政八年里面 我们看到整个行政院里面这些官员傲慢无底 然后甚至于对执询的这些这个议员提出反执询 甚至于辱骂等等各种形式都有 另外一个为什么要国会听证调查权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这八年以来只要民进党认为说是对他不利的 只要他要遮羞的 他全部用集召方式来做一个处理 比如说是他就用封存 或者是说把它列为国家机密 让这个国会里面有关的议员没办法去了解说是 这里面的弊案到底做到什么程度 所以他用这些种种方法来做一些遮掩来做一些遮掌 当然现在国会多数 为什么会国会会多数 也就是因为民众在这次选举里面 实在是痛恨民进党这八年以来 将所有我们大家眼睁睁看到 不管是超市这个臭蛋案 或者是说疫苗 或者是说这个快筛等等这些弊案 全部用封存的方式 不让民众了解 尤其是最近来讲的话 包括到医疗资源乌克兰的这件事情 徐晓鑫这个委员所提的这些事情 他也都是用违反国家机密 来做这些遮掩遮掌 然后不让国会议员去了解 也不让全民了解 但是我们知道这党掀开来的话 真的是臭不可闻 因此我们这个大部分的民众来讲的话 这次的选举我们就摆明了 之所以为什么会选出 蓝白两党议员会多数 就是希望能够将过去 蔡英文这八年执政 遮羞遮丑 利用封存 或者是利用机密等等 这些假借这些民意 封存的这些臭不可闻的弊案 能够揭露 揭露让我们国民能够了解 所以这次改革 才会有这些方案来改革 那另外来讲的话 有关于国会要进行 总统要到国会来质询 我觉得这也是理所当然 当然我们国家的宪法上面 宪政体制 我们不是内阁制 说内阁制也不是内阁制 说总统制也不是总统制 变成一个总统独大 但是有权无责的一种制度 人家美国来讲的话 他是总统制 总统就要到国会里面去 支持这个国情质问的报告 对不对 内阁制 内阁的首相 也要到国会去做报告 但是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不可会言 现在来讲 行政院院长虽然说要到国会去报告 但是真正的有权的人是在总统 那我们看到这个赖兴德他当市长的时候 他可以连续好几个月不进议会报告 然后蔡英文当总统 他可以连续700多天不面对记者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有权的人 到底你对国家要带往何种方向 你所有政策要怎么样一个具体的做法 我们看不到一个真正有权的人 来跟人民做一个宣 来做一个沟通 来做一个说明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 我觉得国会改革这无法的改革 我觉得是我们现在来讲 走进去民主政治必须迫切需要的 另外我特别要说明一件事情 这是国会是三党不过半 并不是只有国民党一个党来过半而已 所以说民党党 你为什么要用这种 这么激烈的抗争手段 事实上如果说你认为你有道理 你认为说这应该是合于宪法 或合于规定来讲的话 你应该在这个论述上面 来说服这个民众党 加入你们的这种行列 来说服民众党 这才是真正民主的表现 因为国民党自己本身 他也并没有单独过半 那今天如果说是民众党 这个跟国民党愿意站在一起 代表大多数的民意 代表这两党的多数议员 都认为国会改革是应该的 那最糟糕的是 我觉得为什么你民进党 要用动员群众 来包围国会的这种方式 来阻止这个国会改革都无法通过 各位要知道 据我了解 我昨天自己都有收到讯息 就是国民党来讲的话 蓝营这边 还有白营这边 他们也准备要动员 但是我看到的是 柯文哲来讲的话 他也压 他也控制住自己的支持群众 不要去 国民党这边在最后一刻 也踩下刹车 通知大家不要到现场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 现在是民进党执政 你越乱代表你民进党越糟糕 你是执政党当家闹事 我就看着你 看着你乱 让你乱 第二个来讲的话 我们当然就是 这个蓝白两党来讲的话 我们不希望说是真的演变成 台北街头的一个市民大乱斗 然后变成这个民主内战 造成这种情形 那将来台湾来讲 现在来讲 这个解放军已经在实施军演了 如果说我们自己内部来讲 在发生民主大内斗 如果说这把火烧起来的话 那刚好给中共落实他们 因为中共武力犯财有一个条件 其中一个红线画的就是 当台湾发生内乱的时候 他就是武力犯财的时候 就是武统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中共解放军武统的 其中一个条件 除了台湾宣布独立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台湾内乱 那如果说是将这情形 民进党自己还不控制自己群众 哪一天这个蓝白两党的支持者 他实在是控制不了自己情绪 实在是看不下去 然后也号召上街头 然后在那个时候 当国会发生内斗 当这个仇恨值继续扩大 扩大到全国的时候 就会变成整个台湾的民主内战 那另外来讲的话 为什么要提升调查权 我就举一个例子 现在美国来讲 我们都知道波音公司 发生很严重的问题 比如波音700 他昨天的新闻我们看到 波音700有可能油箱会爆炸 而且这一年以来 已经陆陆续续 几乎每个礼拜 都有波音飞机出事的事情 那国会来讲 就会把波音公司叫过来报告 波音公司是私人企业 那他为什么要到国会 来做一个听证 来做一个调查 因为虽然说你是民间公司 但是你的公司制造出来的 这个飞机会影响到 所有人民的安全 飞行的安全 影响到全 搭飞机的人民的安全 所以说我国会 当然要去了解 你波音到底在什么地方 出了差错 你的生产过程之中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看看美国 美国都可以有国会 对波音来做调查权 波音也是私人公司 那为什么美国国会可以 那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不可以有这个国会调查权 更何况现在国会的调查权 是针对这些国会 针对政府的官员来做调查 所以我觉得说 这事来讲 民营党再三的阻染 只有凸显出来 他想要继续将他的这些 利用国会里面违宪 或者是说机密等等 或者是说封存等这些手段 来做一个遮挡 他自己里面贪污臭不可闻的 一块遮羞布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对于帮助理要设计划 是有颜团的 根本是个颜团屏 有颜团屏 尾巴楼 是弱的 这个课也有颜团屏 儿雷是